各位好,我是联合大学能源工程学系 近能源中心薛康林 在这个DB9大型储电与再生能源整合之技术与管理里面 在这个9-1单元再生能源发电特性里面的A小节 这边跟各位介绍的水力发电原理与它的发电特性 那再生能源这里面我们也跟各位介绍 主要是指水力抽续发电或者是太阳光电或风力发电 那这个单元跟各位介绍水力抽续发电它的一些特性 那水力抽续发电呢就所谓的Pump Storage Hydro 或有的时候叫做Pump Hydro 那它基本上呢是所有现在目前真正大型储电的话 都是用这个水力抽续发电 因为它储电量非常的大 典型的那个储电量呢 大概都是在Gegawa以上 这个可能从一个Gegawa到四个Gegawa左右 那它的储电呢 这个全世界大概是99%都是用这种所谓的水力抽续发电 来做中央型的储电 那它基本的原理呢是有个上磁跟一个下磁 那中间的是一个Pump或发电机 其实是同样一个东西 只不过是当它把那个同样的一个电动马达呢 当它通电的时候 它就等于像Pump一样把下磁的水打到上磁 在有额外的电的时候 这个电能呢就把这个下磁水打到上磁 等于是用未能的方式把它储存起来 那需要电的时候呢 这个上磁水就要留下来 留下来的时候同样的马达跟这个涡轮机呢 就变成是发电机 那它把这个转换呢 把未能转换变成电能出来这样子 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未能跟电能的一个能源转换 那这个通常来讲 它的除能效率呢 大概是70%到80%之间 它的好处是说 这个它那个电能的输出可以变化很快 因为只要把上磁的那个水 那个放水的量改变 它就改变它的发电量 所以它变化其实还算蛮快的 那这个呢是一个模型 我们是在明团发电站呢 它这边在发电厂里面的其中一个模型 这边可以看到 这边上面这边就是它的发电机在这边 那这个是它的涡轮引擎在这边 那如果说有上磁水呢 就透过这个管子进来的时候 这样旋转 然后打到下磁去 那这边的话就带 这边一个同轴的就带动这边的那个发电机 发电 那有额外的电的时候 这发电机就变成马达 这个带动这个涡轮在旋转 那旋转的时候就把下磁水打到上磁去 它基本上就是这个原理 那在这边呢 它这边是尽量把它做得比较低 这样尽量争取它的胃能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边这个是算是电动机 也等于是它的发电机 那就看似是从上磁水打流下来发电 还是下磁水抽上去 那个储存 这当做马达 把胖部来看用 那这边它这个就是拱 蹦蹦或是水能机 胖部或是特摆 它同样一个东西 只是看说它应用 是把水打上去 抽上去 或者是那水放下来带动这个发电机 它的名称会不一样 那这边呢 是稍微比较近一点 各位可以看到 它这个地方其实是 等于是一个旋转 这边一叶片 那这个水从这边冲过来的时候 就带动这个在这边旋转 这样子 然后从这边出去 这样子 那抽取的时候呢 刚好就是它的相反 这样子 那典型的它这个 这边的那个发电机 或电动机来讲的话 这个大概是它的电力 电力的那个输出或输入 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个 那个胖部就是特摆 这个地方 或是胖部的 那它本身呢 它大概是 每秒钟大概可以抽多少水呢 在这个地方 这边它的一些资料 再跟各位介绍 那在我们台湾的话呢 这是一个主要的 就是以日月潭为主要的上池 那明湖跟明潭两个呢 是下池 那他们这边呢 大概未差大概有300多公尺 这很多地方呢 大部分都是300到400公尺 500左右 很少说1000公尺 那个地方就比较不 在世界上这个水库比 未差这么大的比较少见 大部分都是在300到500公尺之间 这样子 那这个 这个它 利用上池到下池 这整个来讲 两个 发电站的 大概有两 两个GW左右 记得好像是明潭大概有六部发电机组 在这个地方 每一个大概250MW的这个电力的能量 那这是明潭 明湖这个两个发电厂 那它这个上池就是月潭 其实那个除了除了除水 抽搐发电以外 它本身又兼具观光的功能 所以说 其实这个水库的建制 如果是环境许可 它其实还蛮不错的 那在这边可能又包括灌溉 或是鱼业的 多少会有一些 相带的这些东西发展 但是鱼的话 在水库来讲会比较不好 因为就要担心说 它会被抽到整个 到发电机里面 这些的问题 那它发电的话 基本上等于是利用未能 那这个potential energy 等于是它有多少质量 乘上中立加速度 这个长速 乘上它的高度 那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中立加速度 这个长速呢 是9.8米平方 这样子 我们现在假设看一下 它这个除电量 到底是多少 我们可以用这个来看 假设这边有一公斤 一公斤的那个 一公斤的这个水 或是1000公斤 或是1000公斤的水 从那100公尺 这边这样释放下来 这等于是一公顿的水 从100公尺这边放下来 它到底能够发多少电 百分之百的话 那我们就用MGH这个公式来带的话 这是1000公斤 乘上重力加速度长速100公尺 这样乘上去呢 那这个从这边转换的话 等于是274瓦小时 或是0.274 千瓦小时 就0.274度电 那这边呢 从这个公斤给它换成瓦小时的话 其实是 这个地方点是一焦尔 这点是牛顿米 那点是一焦尔 那一焦尔 那个一个瓦小时 等于3600焦尔 所以从这边 你就可以把这个地方 换成这个电的这个能量 那这个到底是多还是少呢 我们看一下发电厂 那它其中一个除电 我们要考虑的就是 它的能量密度 那这个也就是说 它的energy density 就单位体积 或单位重量 能够储存的能量 我们从这边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1000公斤 或是1000公升的水 那个它从这100公尺 这样掉下来 所以基本上来讲 至少它需要 这个水管和发电机 我们都不算它体积或重量 我们只看这水 它本身来讲 它需要两个地方 就是1000公升 下次要1000公升来做储存 所以说它能够发的电 等于是0.274度电 那它这个地方 它的体积呢 实际上来讲 重量是1000公斤 但体积需要2000公升来储存 也就是两个米三方 这样子来储存它 一个是上次 一个是下次 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呢 它的重量 能量密度来讲 等于是这个0.274 千瓦小时公斤 这样 瓦小时公斤 或是呢 它的volumetric 等于是0.134瓦小时 每L这样子 这个到底是多还是少呢 我们可以跟电池比较一下 这个电池来讲的话 电池能量密度最低 是千酸电池 它的千酸电池 从这边来看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等于是它的将近 100倍 如果锂电池的话呢 更高在这个地方 锂电池等于是千酸电池10倍 所以说从这个地方来看 其实那个用水力抽去发电 它能量密度其实是非常低 也就是它需要储存的话 实际上它需要非常广大的水域来储存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它比较适合说 当你找到这环境地点 刚好可以有这条件的话 那可以 可以用这个来讲 是比较 可以符合观光环境的 那个不错 但是呢 如果说你要想象 如果这个要储存在都市里面 一个分散式发电 储电 那你需要储存在 就在那个区域性的话 那不可能在区域性可以找到 比如说你可以想象台北 台中高雄这个地方 你要当地找到像瑞坛 这么大一个场域 来做储存水的话 其实不太可能 而且标高有300公尺的差异 这实在是不太可能的事 所以说那个电厂 它的非常好用 它的储能 虽然是全世界都是在用 这个大分99%以上的储能 都是用水利抽续发电 但它是集中型的 但这个未来的话 如果放到 比如说微电网 智慧电网 这些来讲的话 它是可能是区域性的储能的话 这个就可能会碰到问题 这张表示大概只是比较一下 我把各种不同的电池 它的能量密度 那个在这种画起来 这种看一下 这边是大开那个目前的 那这个是现有的 从文献上找到的 各位可以看到 水利抽续发电 其实跟最低的千万发电 大概有两个order的这个差别 在这个地方 那未来的话呢 像这个金属空气电池 它是实际上 它的能量密度是非常的高 这理论上可以达到非常的高 那这是我们需要奋斗的目标 目前来讲 新空气电池 它的能量密度 大概在这个地方 真正商业的东西 所以这个来讲 可能其实还蛮有进步的空间 在这边 但这个地方最大的问题是 它的除电 因为考虑到这个鎂 或是鲤铝 这些东西 它氧化没有问题 可以氧化 像氧极 它放出电子 但是在充电时候 它们这些东西都碰到问题 就不太容易把它沉积 回到电极上 那可惜是燃料电池 主要是以直接甲醇 燃料电池为主 那目前它们的能量密度 大家可以做到这里 理论上甲醇 其实它的能量密度相当的高 所以是在这个地方 就比现在锂离子电池来讲还高 这个它其实蛮有机会的 那个可以做到 那个可以提升 那个所谓可锡式电子材料 电子元件的 它的那个做可锡式电源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跟各位介绍到 也就是说 那个抽搐除电呢 它基本组件运作原理 还有各种除能的 它的除能密度 给大家一个印象在这里